每过林青霞,迷倒众男性,胡音梦绝食而力却遭力敖遭她,如今她成了这个样子。 林青霞红脸半片天的那时候,有个女人的出现将她挤到了女二的位置,她,就是胡音梦。 七十年代台湾第一美女,胡音梦意外被发掘后便被关上了这个美名,她曾被形容林青霞之美像国画,见眉心目间有大幅泼墨的富贵感,胡音梦就是小品,笔法卷用古典。 虽为小品,却是个极美貌与才华于一身的绝品。 她从小出身在富裕的家庭,受最好的教育,后来考上妇人大学,时不时拿着吉他唱西洋歌曲的样子,总让所有男同学拜倒在她的十六群下。 内心叛逆有个性的她总穿迷你裙外出,后来更是交了个外国男友,后来因踩着恨天高与男友手拉手走在路上被人骂有伤风化,她主动从富人退学,出国投向理想世界。 到纽泽西后,她攻读薛顿赫尔大学的大众传播戏,后来又跑到纽约摩特学校进修绘画,最后回到台湾后,她意外被导演看重踏入电影圈,第一部电影就硬生生将林青霞挤下女主角的宝座。 获奖无数,和林青霞,林凤娇,胡慧中并称双林双胡,台湾四美,这样的她,却爱上了文化狂人李敖。 她和李敖很小就成了邻居,两人的父亲是同事,所以她是听着这人的奇人意识长大的,而当李敖第一次在朋友家见到胡英梦,她便彻底沉沦在她的美貌之中。 如果有一个新女性,又漂亮又漂泊,又迷人又迷茫,又悠悠又优秀,又伤感又性感,又不可理解又不可理喻的,一定不是别人。 是胡,殷,梦,当时李敖还有个女友,但她依然对胡英梦展开追求,两人在一起后,她打电话给当时女友说了一句, 我爱你还是百分之百,但现在来了个千分之轻的,所以你只能比一下。 然而美女之余李敖,都是使她征服的战利品,两人新婚时,李敖天天将胡英梦宠上天, 每天早上我一睁开眼睛,床头一顶齐整地摆着一份报纸,一杯热茶和一杯热牛奶。 但是时间久了,两人终究是产生了许多生活上的磨合。 李敖看到胡英梦光脚在屋内走来走去就会暴跳如雷,只要胡英梦不服从,她就搞消失或是搞禁闭,直到老婆道歉才肯开门,不顾老婆是否贴心下厨, 只要老婆料理的顺序错误,她就毫不留情大骂她,你这个没常识的蠢蛋。 老婆,终究是被她物化的战利品。 最后一根稻草,是某一天李敖急着上厕所,打开门后看到胡英梦狼狈被店秘满脸通红,终于李敖对她感到了厌烦,而这时两人才不过结婚不到半年。 两人离婚后,李敖时不时就把胡英梦拿出来糟蹋,总告诉大家,我是个完美主义者,有一天,我无意推开没有繁琐的卫生间的门,剑蹲在马桶上的她因为便秘马脸憋得通红,实在太不堪了。 美美惹得现场人哄堂大笑,却从来没人顾虑过胡英梦。 面对前夫总把自己拿出来消费,胡英梦荡然表示,同一个屋檐下,是没有真正美人的。 李敖直到近几年来都还在节目上提过去这段婚姻,甚至羞辱前岳母是面目猙獰,行为可恶,骄子无方。 后来胡英梦受到媒体访问时,她只说,真正影响我成长,促使我产生转化的,严格讲起来只有三位。 这三位之中,最令我感恩的,便是李敖,放宽心,大度量,实在使人佩服。 离婚后她并没有回到演艺圈,而是继续出国深造,同时归依佛门投入身心灵的研究。 不到几年的时间她便翻译了好几本西方心理学这作《如古老的未来》,班若之旅,《克里希纳穆提传》。 现在她有数本着作,翻译作品,致力于环保、品查、读书、练子、演讲等,生活惬意而充实。 她摆脱了过去,靠自己活出最理想的人生,这,才是她的优雅。 和 French社长 是因为她的现实在心情关系的人形, 虾仁被提供西方 另一 bomber